張哲乳 三個腳大聲 就你來戰什麼 這一站我們來到彰化縣 是六都以外人口最大的縣 而且在彰化縣 有搖擺州的稱號 還有一句話叫作 得彰化者、得天下 除了立委選戰如火如荼 現在三組的 眷負總統候選人也已經底定 民眾怎麼看 應該是 為什麼 就比較正常這樣 比較穩 比較正常 講個人偏好 目前三組總統的候選人 你有比較挺誰嗎 目前沒有 我還是等大家的證件出來了 看哪個證件 比較符合我們人民的心聲 才會投他一票 提出對大家民生 最有幫助的證件 而且要說得到做得到吧 你覺得這是一個 你的選擇的 對 這是我選擇的 一個方向的一個準則 當然是支持 就是國民啦 要怎麼講 我覺得現在 你的年輕人好像都 一開始就給人家看到這樣子 那麼不團... 還沒有開始選就已經不團結了 後來就... 現在... 對啊 要怎麼去跟人家打 對 我是這麼想啊 你目前有比較喜歡的嗎 目前就是 柯文哲啦 就是給... 不要再給藍綠做做看這樣子 就換一下 對 給他一個機會 我現在可能還會在廣網 就看他們後續的臨場表現 或者是對於危機處理 會展現怎樣的態度跟智慧 來決定 總統我說你有三組嗎 你剛才有比較喜歡的一組 我是年輕人 在台灣人也有照顧 沒有 台灣人也有照顧台灣人 他比較偏好 柯文哲先生 因為我覺得他的想法 比較接近年輕人 然後比較... 沒有被黨派那種 牽制得很嚴重這樣子 你也比較喜歡 賴清德 小美琴這一組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平民沒有 純粹喜歡 聽完民眾對於三組總統候選人的看法 其實我們現在在鹿港老街散步 隨處可見像是這樣的老房子 有沒有可能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吸引年輕人進駐增加生活力 我們來聽在地人的看法 鹿港這傳統的地方 還是有需要一些年輕人 帶來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 做文化事業 或是這種東西會是比較寂寞的 然後在這邊大概也比較有長期抗戰的打算 會比較... 在現代上要調整一下 目前大概這十年來 我們其實比較多 積極在發展所謂的小吃同滿家的觀光 但我覺得這不是不好 而是說它讓更多人可以容易入門 你今天想要投入在地方的創業這一塊 我覺得可以再往這個層次再高一點去切入 比如說我們好好的利用鹿港 這些文化資產的空間去做創業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鹿港本身自由的條件 但是呢 就是現階段的問題就是說 進入這個空間的門檻 其實也是很高的 我們年輕人 其實不管是我們在地人 先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就是對譬如說一些建築 這裡有什麼故事 什麼人打開 跟我們地方有什麼連結 我們自己要先了解 有清楚的說這個故事 我們真的要做一些 在地的活動 還是什麼 不管是想要活動 還是想要不一定要想要活動 都比較有有趣味 就是有一個故事出來 再說其他地方才不一樣 有很多現在回來的青年 有時候你開店 如果說客源不夠 你如果 他就可能會收起來 最主要還是生意的問題 對 那就是集中點的問題 如果說多家 你就是客人來的會比較多 他有的逛 他就會比較多人來 那如果說你只有一兩家 那就可能說 那逛一逛 下次就不會來 對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年輕人 他可能出外就學 出外工作之後 為什麼沒有會來鹿港 我會覺得說 其實希望這些年輕人回來 我們先了解他們的想法 我們的資金上 或者說在軟體上 甚至一些他們所需要的一些 對我們老的這些物件 就這些古蹟 他們不夠深入 不夠了解的地方 讓孩子們自動的覺得說 這個部分是可以跟他們所學的 所想要的 可以結合 希望有個平台 來提供給這些年輕人 他們是有理想的 他們也有這樣子的專長的 能夠來結合我們在地的這些元素 那我相信這樣子是相輔相成的 聽完了彰化鹿港小鎮 能否透過年輕人的新活力 為觀光和古蹟保存 注入新活血的建議 包括三立爭論節目 還有三立卡大蝦 隨時帶來關心大小議題 我們往下一站出發